12月26日电视剧《五更记》主演正式官宣主演阵容 男主任嘉伦女主是行妃 这也是任嘉伦和行妃 据现代剧乌鸦小姐和西亿先生以后 第二次合作拍戏这一次是古装 真的太喜欢这种前世今生的感觉了 提前祝大家拍摄一切顺利啊 在《五更记》中原本所定的女主是李一同 然而 她临时退出了这部剧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并导致任嘉伦遭受殃及 之后网友们一直在关注哪位演员 会接替李一同的位置 一些人选包括朱旭丹 陈玉琪 周也和萧燕 最终 行妃将担任女主角 而朱正廷将担任男二 行妃也算是小花中一位低调有演技的好演员了 而且之前跟任嘉伦也合作了电视剧乌鸦小姐与西亿先生 这时隔两年再度二搭 大家应该都挺满意的吧 感觉上比李一同更合适一些 大家心里清楚李一同不演了 剧组能找的女演员咖位也绝不会高过李一同 毕竟都知道出品方给不了女主角最大的优势 所以比李一同红的自然是看不上这个柄 所以只能找跟李一同差不多 或是比他咖位还低的二三现名演员了 之前的助续丹 陈玉琪 周也 萧燕这四位也都是小花级别 只是没想到最后定下的是行妃 如此来看 片方还是多少看重演员演技的 行妃实力不错 跟任嘉伦又是熟人 可以吸引到不少的老粉 让顾川跟江小宁再续前缘 也算是最新的看点了 武庚记者部热血男评剧 也是任嘉伦第一次接触 剧中男主武庚心怀苍生 通过叙述人物的成长史 让观众看到一出热血男儿 永不屈服的昂扬斗志 和解救苍生的传奇剧志 当时官宣任嘉伦为男主时 出品方就声明是妥妥的大男主剧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气走了李一同 行妃在不少人印象中一直都是甜妹形象 之前也和任嘉伦合作过乌鸦小姐和蜥蜴先生 两人在剧中的戏份简直就是甜度爆表 今年她凭借一部古装赋流年出圈 明明是重生归来的女主 却依旧逃不过命运掌控 她在武庚记中饰演的女主白菜是从会温柔 单纯善良的平民之女 为救挚爱香香玉允得救归来 却被人蛊惑黑化 与爱人反目 历经大战误会解开 携手拯救苍生 从简介来看 行妃饰演的白菜 好像还是换汤不换药的瘦女人设 不过粉丝自制的角色海报倒是让人眼前一亮 烈焰之舞更迹的配角阵容也很豪华 从新生代演员到实力派男神女神都包含在内 爱到出身的刘仙宁不仅能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在影视剧中的扮相也让人惊艳 无论是小短剧夜色清新里的现代造型 还是宁安如梦中的女儿都是颜值担当 能在这部作品中看到她还是很让人惊喜的 天涯似美之异的浑血阎男神言一宽 在剧中饰演子羽一角 其实这几年以来她一直都很低调 上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古装角色 还是在影视剧《幻城》中饰演的反派冤绩 还是很期待她在舞更记里的表现 毕竟她是脸在江山寨的古早男神之一 娘娘蒋心这几年除了活跃在家庭剧 就是在年代剧里打转 很少出演古装作品 其实她的古装真的很有辨识度 无论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 都让人印象深刻 蒋心在舞更记里饰演新月魁一角 从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个反派 简直太令人期待了